很多人嘉義營灰為在台穿的大業大學 因為這個地理環境就為在百貨山賣 環境真好 而且進了兩百張營灰 在這個日月聯算家庭的時候 開放讓民眾進入逛逛生會 美麗的報道開滿到營灰 這是一個收營灰的畢竟 就是在台穿的第一台下裡面 只有台穿四百公斤的營灰報道 就在進了兩百張營灰 究竟在學生 真得自己介意的活蹤 進來越上回家 大業大學美麗的綠色校園 或世界綠色大學評比為全台市校第一 隨著氣溫的揮暖 校園內的櫻花已經陸續綻放 那校園內的櫻花是採用帶狀式的種植 所以民眾如果說到學校的話 從校門口一直延伸到宿舍 都可以隨處欣賞到美麗的櫻花 校園內的櫻花種植很多種品種 包括有三櫻花 富士櫻 還有八重櫻 另外還有離二櫻等不同的品種 總部長王漢英就表示 台穿台下的環境優美是這間列車台下 校園裡面在整個櫻花拼進 和這幾個櫻花 富士櫻 跟八重櫻定規的這種櫻花 整個校園的櫻花 數量是很多 在228年間 竟然是對話開放 剛好在這228年連續假期的前夕 校園內的櫻花已經陸續都滿開了 也歡迎民眾到大學大學欣賞櫻花 還有那個自然生態自美 那學校也在校門口準備的那個 校園導覽圖 民眾可以跟所謂師鎖取 歡迎大家來欣賞美麗的櫻花 都很多 大家台下特地要對我來開放 要讓這次贏花的民眾多一個好選頂 這位新聞康史丸 台川報道